今天这个西瓜是长的一点不一样的 对它是来自曼谷的西瓜 泰国的 然后跟我们本地的来说呢 它也是一样种植在地面上呢 有某一个部分是白白 然后呢 它的生涯挺脆的 很碰碰的感觉 对这种才是要找个新的西瓜 然后呢 我是很好奇的味道 我很久没有吃到泰国西瓜了 我最老是在本地吃而已 然后泰国西瓜跟本地的什么不一样呢 它的甜度是 它是很高的 比我们美来西瓜还要高 哇 看到吗 皮薄耶 是啦 我们本地的西瓜皮厚厚的 这是皮薄薄 为什么这么多种子呢 我跟你说 整个世界的西瓜 吃过无数的西瓜 只有马来西亚西瓜是没有种子的 你吃到国外的西瓜有种子是正常的 有时候我们要为我们本地的西瓜整管一下 然后它在开过西瓜呢 依然是看起来很不错的 很足够哦 我整个手是水啊 嗯 嗯 它个 甜度没有我想象中的这么高 它还是便宜的 跟我们本地西瓜甜度差不多 不错 它个水跟炒鸡高 你看一下 哇 炒鸡炒鸡多水哦 我 我不觉得本地西瓜这么多水啊 它水跟炒鸡高 哇 吃西瓜米 不妨试一下泰国西瓜 我们本地很少几位吃到它了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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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